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祢 首先 我们要向祢现场感谢 因为过去一个礼拜的日子的当中 过有艰难 困苦的事情 但祢的恩典过我们用 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有祢的同在 来看到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美好的座位 主啊 或许有时候 我们好像用感觉来认识祢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圣经或者这些信仰的前辈 他们在无法感觉到的时候 他们用信心来经历每一个时刻 求祢也给我们如此的信心 不断的操练 让我们能够在顺境逆境 在得识不得识的时候 依旧来宣告祢的恩典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满心的来感谢祢 同时我们也要在祢面前来认识 因为我们常常在不自觉的当中 我们的口 我们的手 犯了罪 但更多的时候是 我们看到生命中的软弱 但我们却不想在祢的面前 来坦白在祢的面前 以至于这样的软弱 甚至有时候是苦毒和怨恨 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蔓延 以至于我们越来越 没有办法接近祢 因为我们惧怕 我们想祢是严厉的神 祢会来处罚我们 求祢再让我们 再一次在祢面前 把有这样的信心 也就是祢的义许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祢已经担当了 我们所有的罪犯 求祢再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生命 得以洁净 在祢的面前 能够得到祢的喜悦 再一次用祢的宝血洗净我们 求祢让我们能够坚固 有信心 在这个世界却不犯罪 主啊我们也要成为 彼此带导的勇士 在这周的当中 我们有弟兄姐妹的 长辈有祝愿 感谢祢 让少人少坎的奶奶 也就是爱祢的玉姻姐妹 能够从婚礼的当中 逐渐来恢复 来苏醒 我们也看到 秋晚的爸爸 在之前的意外截至之后 现在恢复到一个阶段 能够开始装益智 要来步入下一个阶段 也让他 谢谢祢 也让他的心情 能够平衡 主也谢谢祢 帮助每个家庭 不管在事业 在我们的学业 孩子的功课的上面 祢都给我们有智慧 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祢我们也肯求祢 在台湾 在不到三个月的当中 要进行立法委员 还有总统的选举 那在我们的社会的当中 会有许多议题的炒作 但求祢的爱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在这个当中 能够有智慧 也让这些候选人 真的能够真心 出来为人民服务 在台湾是一个海岛的国家 在航空或者海运的方面 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国家 不同地方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 台湾无可避免的 也必须要成为一个包容 并且多元的社会 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在不管 不管是性别 不管是人种 不管是经济的地位 不管是 我们的教育程度等等 都能够让台湾 让世界各国看到 台湾最美好的风景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彼此的尊重 一起包容 恳求祢的爱在这边土地上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 安居乐业 都有祢的爱在这个其中 我们谢谢祢 等一下 我们要从祢的话语的当中 来看到 祢对我们的启示 祢对我们的帮助 也求祢安静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心 有圣灵的帮助 启示我们 在以下这段时间 能够聆听祢的话语的当中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保足 也得到帮助 也得到帮助 谢谢祢 第六节 在这山上 万君之耶和华 必为万民 用肥肝摆设练席 用陈酒和满水的肥肝 并成青的陈酒摆设练席 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 遮盖万民之物 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必擦去 个人脸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 他百姓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那日人必说 看啊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初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初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 那这个图片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 去屏幕时间 刚好在我们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那刚好跟我上周的题目 厉害了我的国 和今天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的当中 我觉得这个图非常的适合 我就不用去讲图了 谢谢君徒牧师 万事互相效力 那上个礼拜的当中 牧师有讲到几件事 我们就是一个特工 我们是一个特务人员 从上帝的国度 要来这个世界执行一些的人物 那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有说我们必须自己看到上帝的爱 那上帝的爱要怎么样 我们要传讲上帝的爱 因为这是他国度里面所充满的 那第一个 你要真的享受在这个爱的当中 现在不管什么行业 就如同今天在我们里面的 刚好师父叫玉什么 玉祥 玉祥没有错 师父跟牧师 任人的功力是比较强的 那我刚才还记得玉 阿祥忘记了 所以问一下师父 他反正就补足 好 所以玉祥 他现在在公司上班 他一定先做一些的 值钱的一个训练 要训练以后才能够出去 那为什么要训练呢 就像我们这里所说的 什么叫做 既然爱是上帝国度所充满的 所以当我们要出去传爱的时候 我们心中能够没有爱吗 我们要享受在爱的当中 当我们享受了 我们才能够见证去活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别的 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那我们见证之后 我们才能够给出去 那首先我们要讲爱 那还记得上个礼拜 牧师说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罪 为什么要先讲爱吗 知道吗 如果今天陈家文 陈家文在这边 一来教会 牧师就 陈家文你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你要改 牧师讲的是实话 可是他听了就不高兴 他转头就走 我要先跟他讲 我很爱他 教会很爱他 上帝很爱他 然后他麻烦的爱的时候 当他知道自己不足的时候 他知道 就像我分享过陈家小时候怎么样 我们给他麻烦的爱 所以当他们修理他的时候 他会摸着屁股说 你打我 可是我知道你很爱我 会有这样的一个 满满的爱 能够在这个当中 得到灵量 所以当我们要跟世人说 罪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很好 而是我们经历过在那 泥巴的当中 在这罪的当中 被神来拯救 所以不是很自意的指责他们说 你们有罪 你们有罪 而是帮助他们了解 罪有很多的方式 如何让我们陷入罪的网络当中 我们告诉他 我们是如何的认罪 我们如何得到耶稣的赦免 并且我们如何对付罪 但是更告诉他的是 不再是我们 而是十字架 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 已经胜过这一切了 最后我们的任务就是 这个耶稣他不是指上谈兵 他是出过很多的任务 再回来的 所以他有实战经验 所以以这三件事来看 耶稣第一个 他以爱建立关系 那些门徒是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 耶稣张罗他们每天的 所有的需要 不管是心理或者生理的 所以他用爱建立的关系 然后耶稣付代价 赢得了信任 好赢得了信任 耶稣甚至于告诉门徒说 我要死在十字架上 那彼得甚至三次不认堂之后 他还回到加利利的海边 问了三次彼得说 你爱我吗 他赢得了这些门徒的信任 这些门徒从此就为耶稣而活 所以在使徒信任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真的不在了 但是圣灵就是耶稣所持的 宝慧师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能够完成任务 好这是上周牧师大概讲的 后面的一个重点结论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任务 就是在这个世界怎么样 来广传福音拯救灵魂 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为什么叫做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从耶稣降世 从旧约时代到现在 好几千年了 如果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现在我们应该在天堂 我们应该在新天新地 我们不会在这里 还想办法要去传福音 所以不可能的任务 那今天就一二三喊 撒我们就解散 因为不可能嘛 不是 所以我要修正一下 不可能的任务是 如果我们只想靠我们的力量 是绝对不可能 而不可能的任务呢 有一个人曾经做过 就是耶稣基督 祂完成了 而且祂要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不可能的任务当中 也能够胜任 所以我们在广传福音 拯救灵魂当中 我们有一些的迷思 我们要去打破 所以在这个图片 跟刚刚不一样的 我多了一个图片 就是有一个充满力量 充满能力 充满帮助的手 让我们完成任务 它也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 好所以我们如果观念不清楚的时候 台语我常常讲一句话 你要捏鬼 要捏鬼 所以我们绝对要知道一件事 好所以第一个还是要说 我们就是世上的特种部队 好那第一个我们要来看 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 世界是神的美好创造 有没有从创世纪 是美好创造 可是基督徒却只盼望 新天新地 这个是许多基督徒的迷思 第一个迷思是说 这个世界 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划掉 世界那么烂 所以上帝你直接把它毁灭就好 不用救那些很差劲的人 在旧约有一个被大鱼吃掉的先知是谁 冤啊 上帝要他去拯救哪一个城 你为神 然后天哪说 那个人那么差 你去救他们干嘛 上帝 你讨论他去 但是没有这样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差的人你救他干嘛呢 你在乎我们这些人就好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有个想法说 神啊你的新天新地赶快来 这个世界好差好烂喔 你毁灭他们 你再表明一件事 毁灭他们 表示什么 我应该得救 因为我比他们起来够好太多了 好所以这里有 但是神的原意是什么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讲 但受召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挟制 得享上帝而女之流的荣耀 所以上帝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他拯救每一个人 希望每一个人 能够从这罪恶的当中 来得到帮助 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 挪亚赵方舟的时候 他才用彩虹为记说 从今以后我不再用大洪水 来毁灭人类 所以第一个 你有没有一种想法 就是这个世界那么烂 上帝你把它毁掉 把他们毁掉 把他毁掉 不用救赎 但是你讲的是 救我就好 不要救他们 所以第二个 改造世界很麻烦 那我只要专心等候 主的在理就好了 如果我们比较习惯的用法 叫做 不管他人 只管自己 不管他人 至少门泉血 不管他人 往上霜 那这句话 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 或那个图案就是说 至少门泉血 就是在天暗地动的时候 我只要有路可以出去就好 不管他人往上霜 你去国外 每年都有一些案例 结成冰了以后 你不去管他 你就不要从他人家旁边走过 那个霜这样掉下来 也有人被那个霜这样压死的 也有把这个霜压死的 所以改造世界很麻烦 我只要专心等候主的在理就好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 他就怎么样 他就希望自己的生命 只要自己没有犯错 只要自己常常的祷告 只要自己常常的敬拜 只要自己觉得 我有得主的喜悦 那就好了 可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七 七章二十一节怎么说 在我们周报的第六页下面 耶稣告诉那些人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父子义的人 才能进去 这里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用嘴巴讲 一个是用行为 行动去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说的一个广告什么 男人不要传一支嘴 所以基督徒也不能只剩一个嘴巴 我们只会说彼此相爱 我们只会说主啊 我期盼你的在领 但是主在领之前的任务 祂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做我的门徒 我们有如此去做吗 所以第二个 这里改变世界 我们有没有想法 改变这个世界很麻烦 算了 那个我们有很多的选项 这个叫传福音 这个叫祷告 这个叫独经 这个叫聚会 这个叫圣部队 所以我把容易的全部都做了 我自己可以做的做了 但是很麻烦的 我不去做 我不去做 好 那第三个 这个是比较小的 可以看中话 世人 就是说当世人看我们说 万物当告诉我们神是爱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神学乐 或者说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都常常会带儿童音 有一首歌叫神是爱 神是爱 神是爱 然后后面有 东间有个歌声叫 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 我的那个音不准 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 好 有师母在旁边 好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所造的都是美好 六天的创造 神说是圣好 神说是圣好 那是什么意思呢 当神说我所造的这些的东西 都是圣好的时候 其实这个圣好所代表的就是 完美无可指责的 是完美无可指责的 所以当神说他所造的是圣好的时候 我这里牧师写的是什么 却这些不是基督徒的 却常常看到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在贬抑这个世界 我们一直在论断别人的不够好 我们一直在论断别人的不够好 或者在贬抑这个世界 所以在这个当中 这是第三个 我们看到世界是神 创造的美好的时候 但我们只盼望到新天新地 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说我们期待 好像买一件新衣服 但我们现在穿着这个衣服 我们就觉得它有很多很多的不好 然后你也不去想 它也可以给你提供保暖 它也可以让你出去也蛮体面的 但是你就看不到它的好 但你一直在说它的不好 你就期待有一天可以有那个新的衣服 那最后这个部分第四个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除去上面 我所说的这个世界好烂 上帝直接毁灭 第二个改造世界太麻烦了 可不可以直接快转到神 你在你的那一刻 或者说其实在我们的想法里面 当我们真的说 这个万物美好 神所创造的美好的 可是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想法里面 却是论算人 那要怎么样来做 怎么样来改进 就是唯有我们来认识美好的创造者 就我们真的认识上帝的本人之 并且接纳创造者所创造的美好 包含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世界 很多的人看这个世界不美好 他接纳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就发现原来他无法接纳的是他自己 他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是这样的人 好那我就用两个例子来讲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说性在于婚姻 什么叫性在于婚姻 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里面的话 我们常常看到性 哎哟好肮脏喔房间 我已经忘记了 国中离我现在好远了 以前是健康教会第13章 第14章 听说我们那个时代或跟早的时候 老师根本不叫 跳过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所以呢 有时候国中 那个高中或大学的女生回去 然后就哭着说 妈妈我要怀孕了 为什么 因为昨天我男朋友牵了我的手 这个是以前会听到的一个笑话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世界 或者有时候某个撒旦利用这个性 他可能在这里有很多负面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欲望等等 以我们的社会来讲 很容易就把这一个东西 就把它想成非常的负面 好有一个稍微正面一点的 什么 好至少可以传宗接待 可是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婚姻 或两个人的关系的当中 就只有在传宗接待这个当中 那其实就已经把神当初所 在这个两个人当中 信的这件事可以带来的愉悦和幸福 好全部都打了歌扣 所以当我们没有认识美好创造者 创造信这件事的时候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在接纳或者了解这件事上 就有个缺陷 那第二个水变成酒的神经 这个更容易让我们来了解 像现在基督徒我们常常说 不要被毒品控制 不要酗酒 我们常常传出很多的人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说一件事情 酒是不好的 所以不要去喝酒 那圣经有一页要撕掉 就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在加拿婚宴的时候 他把水变成了酒 把水变成了酒 而且让大家觉得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美味的酒 非常好的酒 所以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水变成酒 我们把它只是局限 再说耶稣怎么 那个把水 本来一个健康啊 白开水最好的啊 干嘛变成酒呢 我搞不清楚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 你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婚宴的当中 耶稣看到主人家准备的付出 他要让大家觉得欢喜 大家觉得高兴 他要让这个婚礼得到更多 祝福的时候 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美好的当中 有他给这个世界的一个规律性 但是在这个当中 有更多的时候 是神所创造的当中 可以看到神的爱 神对人的情 在这个当中 好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从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创造的美好 世界的堕落 以及神的拯救 要来看到 在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 它不是被毁灭的 好那等一下我们讲 那我们困难就在哪里 好困 等一下第二点到第三点 大家都我们来讲 好那第二个 我们常常的一个要去看的迷思 就是世界是属 那个 邪 世界是邪恶的 是属魔鬼撒淡的 基督徒 要 没有责任的 化清界限 好 那 为什么 牧师标题要这样写 魔鬼其实后 有时候很可怜 成了人类的待罪羔羊 好 我假设好了 假设今天 我们台湾有规定什么 烟酒 不能卖给18岁以下的青少年 对不对 如果今天有个阿婆 他在雇一个杂货店 结果有十几个凶神恶杀的青少年过来 欸 我要买婚了 那个阿婆 要给他还是不给他 不给他 他可能被打 你不能吃婚耶 阿婆 还会参议提醒 不能吃婚耶 不要说那么多 赶快拿来 他拿了 我要讲的是 当然那个 魔鬼没有像这个阿婆 那么和爱可亲 但是我要讲的是 烟是你自己决定要买的 阿钱也是你逃出来的 是魔鬼在卖没有错啦 但是你可以选择 你要去买或不去买 所以魔鬼有时候很可怜 成了人的待罪羔羊 买了以后 我们就讲 是他卖给我的 阿你怎么不讲 在当中是你去挟伯他 或者在这个当中 你如何去做了这样的选择 所以第二点就是 基督者要知道 每一个后果是自己的选择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 叫自有意志 如果我们把全部都推给了魔鬼 在这时候你可以推卸责任 我们想象一个画面 例如我们这里 刚好是一个补习班 大家在这边好好的在这边读书 突然发生了打架的事件 然后班主任来处理 因为好几个送音乐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众说纷纭 结果呢 大家看到有个同学叫吕淵 他好学生他都不管 他都不管别人 他都在那边 那个书飞过来要散掉 就好好的 但是大家很讨厌他 因为他成绩最好 但是说 你约做的 但是要去指责他的时候 他说没有 可是班主任说 你看十个人说你做的 你只有一个人说没有 他就可能怎么样 成为再对羔羊 可是你想喔 这时候班主任突然讲说 你们都不知道 我装了隐藏四摄影机 好 我们来还原一下真相 在那一天 在耶稣站临 在审判台前 耶稣不是看我们的嘴巴 怎么跟他说 而是他对于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在世所做的一切 他都清楚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说 说在审判台前 我们是要交涨的 好 那耶稣的 你不要想说 他的那个硬碟的容量很小 那个容量很大 从你出生到那个过世 而且不会被洗掉 那一天 我们台语说 会登陶对你 就没有任何是引而未先 好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们自己在 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 有选择 有选择就有责任 所以第三个 没有错 我们受了诱惑 我们犯了罪 但我们总是要知道 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好 来对付他 其实 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在我们大部分的罪的里面 等一下后面会讲是 有什么所引发的 但是在这些的罪的当中 跟我们一般法律所说的 杀人放火抢劫 好 这些其实是有蛮多的 很大的差别 通常我们常犯的罪 都是因为关系的破例 关系的破裂 好 所以第一个 就是人与上帝 关系的破碎和梳理 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三章 第八节 第八节 第十节 还有 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 都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人犯了罪 人犯了罪 所以呢 我们要离开与神同在充满的一点缘 好 我们跟永恒生命的主 好 来分开了 所以第一个是 我们所犯的罪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 破碎和梳理 第二个是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的破碎和梳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人跟人关系破碎梳理 也是从创世纪第三章 就开始了 还记得牧师上次讲的吗 神创造很好的 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 到第三章 完全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到了 男人 男人跟女人互相控告 女人说 蛇引诱我 男人说 是这个女人叫我吃的 所以圣经里面 上世纪三章十六节说 上帝的咒诅就是 女人之后要恋悟男人 那男人必须要管辖女人 所以 本来神所创造的美好的当中 在这时候的关系 就已经变了 那第三个 人与自己的梳理 人与自己的梳理 就是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到 人与自己的梳理 也是一样从这个故事里面 当 亚大和夏娃 他们吃了 分别善良的果子的时候 他们做了什么动作 他们开始拿来 我修慧 我修于面对你 在上帝造人 造男造女 造人之后 他们本来就坦然无惧 在神的面前走来走去 有羞愧吗 人从这个时候开始 看到自己不同的地方 而这不同的地方 是看到自己生命的不好 他不再为自己 拥有的而感谢上帝 他反而觉得自己是不够的 自己是不足的 所以他无法再一次坦然 在神的面前 所以人不喜欢自己 不欣赏自己 不接纳自己 人与自己 开始梳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很多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接受很多的人 我们可以跟人相处得很好 可是有时候 我们却对于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人生的当中 有非常多的埋怨以及苦度 那最后一个就是 人跟环境的疏离 那在这个部分 我就不多说 我说两件事就好 现在这一个世界当中 在圣经所说的 当人能够去工作的时候 得到代价 得到这些的工作 而得的代价 能得以保足 这是神本来所祝福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 充满了不平等 充满了各种的剥削的当中 第二个就是人 跟这个环境 本来要供应我们 所有一切的 但是人却为了自己很多的利益 而破坏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犯的罪 以上牧师所讲的 人跟上帝的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 人跟自己的关系 人跟环境 关系的梳理 这些都是罪 而犯罪的核心问题 从来不是魔鬼逼迫 我们看圣经里面 魔鬼几乎都是用引诱的 他没有真的 好像就是说 我们很少看到他 逼迫谁 然后谁 真的在魔鬼逼迫之下 那魔鬼如何引诱呢 那犯罪的核心的问题 犯罪核心的问题 从来不是魔鬼逼迫 而是魔鬼说出 背逆人的心声 背逆人应该说 背逆的人的心声 背逆的人有哪些的特点 第一个 他认为神不是神 拒绝神做王 第一个就是 他认为神不是神 拒绝神做王 就是从亚当夏娃 他们认为 他们可以跟神一样 如果我跟神一样的时候 那神就不再是我们的神 那第二个 我们常常好像跟随耶稣 那我们却常常操主 这个主就主耶稣 不是把神赶走 而是赶过神 我们想要赶过神 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却没有学到 在以赛亚书所说的 他有仆人的 谦卑的那种的形象 我们却想要的都是他的权柄 我们想要的都是他的能力 到有一天的时候呢 我们会认为我们跟耶稣一样厉害 甚至于比耶稣还要厉害 所以我们好像是跟随耶稣 可是却常常想要超过主耶稣 要改过去比神更厉害 那所以在圣经的里面 有一句话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不但亏缺神的荣耀 就是说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 人的生命得以改变 而发出赞美的时候 这荣耀是神 可是我们却把这个荣耀 怎么样 归给了我们自己 好 所以犯罪 刚刚讲的说 第一个神不是神 拒绝神做王 然后我们好像跟随耶稣 那第三个是什么 罪的根源 其实我们前度所讲的这些 或者说我们追求名利 我们追求财富这些 其实这几个字 请你常常记得 第一个就是骄傲 第二个就是堕落 第三 与神为敌的意念 或者意志 意念和意志都是悖逆 第四个是欲望 欲望就是面对魔鬼 诱惑的时候的 无能为力和软弱 无能为力和软弱 所以我们要常常看我们生命中 有没有骄傲 有没有堕落了 有没有与神为敌的意念 我们有没有在魔鬼的面前 展现出我们的软弱 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原来我们要 我们所属的世界的本质是 原来这个世界是上帝好的创造 却堕落了 所以我们的任务 不是我们特工队来 带着核战弹 带着满满的弹药 要把这个地方全部炸掉 并不是 好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 下个礼拜讲的就是说 我们要希望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好 所以在这里 如果今天我们再度有些妈妈 如果你今天的孩子 才会说真的很不太太 真的了脸的时候 一个母亲会怎么样 来对待自己堕落的孩子 堕落的孩子 我想不会说 算了 管她去死 其实不会这个样子 因为母亲一定会想尽办法 来救这个孩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 因为这样 上帝想尽办法 甚至于让她独生子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很多人都很熟的经文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她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她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她希望每一个 堕落的人 能够重新得到拯救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不可能的任务 不是毁灭世界 而是用耶稣基督的救赎 来让世界恢复神 原来创造的美好 所以很困难耶 你靠你的力量 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创造世界的人 好 所以我们必须求圣灵的同工 我们必须要求上帝的帮助 才有可能 好 所以上帝如何 要帮助我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来 让这个世界是改造的 是慢慢开始 然后就是说 等一下第三点会讲到 也上个礼拜我们要讲到 要如何告诉人说 这个世界 新天新地已经开始了 上帝的救赎 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 而且祂回到天上 是预备地方 祂已经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了 我们继续在做 所以 新天新地已经开始 而还没有完成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说自己的故事 告诉别人 你是传奇 你就是见证 好 我用一个反面的 就是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小朋友在玩鬼抓人 本来只有一只鬼 抓到人变两只鬼 两只鬼去抓别人 抓到最后再变鬼 那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感染 好 一个感染 好 那现在小朋友流行的叫上师 我们把基督徒当做上师 不是啦 我们把基督徒当做爱的感染员 我感染一个人 两个人去感染四个人 所以你去说自己的故事 告诉别人 我如何是一个平凡的生命 而神在我身上做了不平凡的事 所以你去说自己的故事 就是说你是传奇 说你是见证 好 在这里 牧师说一个诞书 牧师说的是你生命被神拯救的故事 不等于你跟人家说你的生命有多成功 我所谓的成功叫做世界所成功的定义 不是去分享你买了几天房子 不是分享你眼睛闭着 那个随便怎么样投资都会赢 而是在你生命低谷 最不堪的时候 神怎么样拉你赢吧 神怎么样透过你来祝福更多的人 这个才是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 在你身上的故事 那第二个 开始 你可以如果看众报第八页 你可以看到牧师第二点第三点 都用一个词开头 叫做自己相信并告诉世人 如果你自己不相信 后面写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告诉别人的时候你就虚虚的 你就会让人家觉得不真实 你自己好像都没有这样相信 好 相信自己并告诉世人是什么 上帝比世界大 祂涵盖了一切 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神所不能介入的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安慰 我已经做这样差不多了 那生一点那个我们不要去管 可是搞不好那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那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那上帝比世界大 有时候我们的上帝很小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个部分的 我们不去管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力有未待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力不够 可是我们却忘了 我们不是只有自己 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是合祂的心意的时候 那我常常用一个稍微一个比喻 就是说如果假设 耶稣现在在我后面 有三公尺或四公尺那么高 我跟你们讲的时候 祂突然出现要告诉我 我不知道 如果祂在我后面 有三公尺、四公尺那么高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问题 但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如果祂三公尺、四公尺那么高 我这样放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问题跟它比较起来怎么样 很小 可是万一你把这个问题一直拿拿拿 拿到你的眼睛 这个祂有没有比耶稣大? 没有 可是你眼睛看的都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已经 当你的问题越大 你聚焦在问题上面的时候 你的耶稣 你的上帝就变小了 还是你要聚焦在神的上面 你就看到 这个问题跟神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你自己要相信 并且告诉世人 上帝比世界大 涵盖一切 没有任何一个领域 是神所不能介入的 好 那第三个 你要相信 告诉 自己相信 告诉世人说 上帝的国度 救赎已经开始上位完整 这就要回到前面 基督徒不要就能死 不要 所以我说 常常我问的一句话 受洗了 可不高兴? 好高兴为什么? 以后可以上天堂 哈利路亚感谢主 那等一下耶稣就来接你好不好 不要 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享受 够够 好所以 这不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吗?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自己要强行告诉世人说 神的国度救赎已经开始了 而且我们带有使命 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就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当耶稣和圣灵 跟我们同在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务 而正在不可能的当中 看到神无限的作为 好那最后一个提醒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看到 神创造的美好 可这个世界 现今由撒旦在那边掌权的时候 我们其实常常遇到的一个困难 就是神的救赎 是不容易分辨的 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我念一下这个经文 我没有把它写在上面 他说天国好像人撒总在田里 以至于人睡觉的时候有抽屉来 将壁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长苗土碎的时候 他写出来 好这一个当中 我们有看到 有两个植物 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不好的 然后 但是要拔的时候 他用一个字 那个叫掏 他要把它掏的时候 就拔出来的时候呢 说什么 他说 我怕你拔的时候 连好的麦子也都拔出来 所以经文里面讲什么 你让这两个一起掌 你一起掌 但是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要怎么样 把麦子 把他 壁子把它掏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麦子会收在仓里面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 这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我们不是审判官 我们不是审判官 可能在这里 我们会看到罪恶 跟神的心天心地 他好像有一阵子 他是病存的 在这个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很混乱 我们觉得说 神啊 怎么是这个样子 不是你的救赎 应该 在这个时候 你的大能要展现吗 可是我们也看到 很多圣经所记载 在末世的时候 必有很多的乱象 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说 请隆这两样一起站 等待收割的时候 神耶稣自己会出手 其实他也在保护我们 怕我们基督的生命怎么样 自以为意 好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 最后 我讲的这个是说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仰望十字架 十字架的当中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世界的秘密 就是耶稣做了一件余主的事 他可以用他的能力 他行神基生 上帝的权柄 他可以一扫过去 坏了都死掉 好了全部都归他 可是他没有 他用这个十字架 所做的就是 他担负了世人的罪 这是一个记号 这是一个记号 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 耶稣如何爱世人 怎么样 爱到底 爱到世 好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不是只有看到外面的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心灵 能够如何的来与主耶稣与圣灵相通 在这艰难的任务的当中 有他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连接于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完成任务 我们统心来祷告 神啊我们相信 你是那一个创始成终 你是从开始到末了都未曾离开的那一位 虽然在我们的理智 我们的想法当中 你创始之后 你到了你的地方 好像人间所运行的事 除了主耶稣曾经在历史当中介入之后 有时候我们生活的当中 我们有时候却觉得好像圣灵的带领可有可无一样 但是当我们认真从你的话语来查考 我们认真在每一天与你祷告的当中 我们就发现你救赎的计划从未停止 并且交付在我们身上有着这样的任务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相信 你比这个世界还大 你还盖一切 让我们相信 你的救赎已经开始 再有一天将要完成 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仰望十家的时候 能够看到 你永远的救赎以及圣灵 就在那边 成为我们永世的帮助 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 Amen